疫情期间在全民落实防疫的当下 许多公部门人员依旧是在工作岗位上 认真进者为民众提供许多服务 有感与他们辛劳付出 日前透过立委许淑华及先远 牛耗所募集的物资 南投县救国团也发起防疫连线活动 专程前往县府消防局第三大队入股分队 入股向护政事务所等单位来进行制政 慰问这些辛劳的公部门人员 特别感谢救国团发起了防疫连线的打气活动 我们今天就跟入股的救团的会长 疫情会长还有包括线团的干部 共同来到入股消防以及包括入股护政 共同是希望说能够为第一线的辛苦的消防人员 跟护政人员他们能够去打气 救国团投身公益多年 此次能够与立委许淑华及多个单位吸手合作 募集物资感谢这些辛劳的公部门人员 南投县救国团团委会总会长先远牛耗 也感谢与会人员的用心 并希望透过此次活动 让社会大众更加团结一心 持续落实防疫 共度难关 消除疫情 那其实在救国团过去来讲 一直都做很多的社会公益 那包括我们入股的同委会的会长 那其实在地方上面 不管是结合茶产业跟公益 还是不以余力 那在这个防疫的这个期间 那也希望说 藉由准备一些面罩 包括许淑华立委 还有准备的口罩 包括一些饮用水 那同时还有包括安树补给品 还能够为我们的消防弟兄 为我们的第一线的幸福的人员 能够送上祝福跟打气 谢谢你们 那这次也谢谢救国团 还有谢谢疫情会长 还有许淑华立委 包括指挥主任 然后大家一起的参与帮忙 我们入股消防 在 救国团 在 议长何顺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希望此次疫情 透过各界用心防疫之下 能够尽快消除疫情 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记者卢一凯入股采访报导 我们的好玩 好玩 我们的好玩 就是好玩